圆标题 九要星官原文不下 孙悟空与那九要星 五方江 二十八秀 四大天王 十二元臣 五方五老 五天星相和汉群神 拒之以帝选相待 彼此称呼 今日东游 明日西大 云去云来 行踪不定 孙悟空 孙悟空的金斗云又非常快 基本上是每天火箭速度一样 到处串门 与这些人熟识以后 他并不知道 以后西天的路上 他自有用处 这些朋友中 又有多少是真正的朋友呢 大概也就天天喝酒 赏花 下棋 含经轮到之类的 用忍尽的话来讲 这些人 不过是点头朋友 或者是酒肉朋友者 展开全文孙悟空 毕竟身上有一个光环 这个光环 就是玉皇大帝亲自封的 齐天大圣 这个容 玉称号 你想想 玉皇大帝这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他封的称号 谁又不会给一个面子呢 即使内心对孙悟空不太满意 想想 这个称号 也就作罢了 然而这些朋友转眼间 就变成了仇人 其中原因是什么呢 九要星官攻击孙悟空 自从齐天大圣 闯了大祸以后 这些朋友 瞬间就成为了讨伐孙悟空的仇人 原文如下 玉帝大脑 极差四大天王 协同李天王并额的太子 点二十八宿 九要星官 十二元臣 五方皆地 四只公巢 东西兴斗 南北二神 五月四读 五天星象 共十万天兵 不依十八家天罗帝王 下界去花果山为困 定捉获纳斯处置 玉皇大帝与孙悟空的第二次战争的先锋 是九要星官 孙悟空与九要星官刀兵 相见当年的相互称呼兄弟的朋友们 此时则刀兵相见 作为先锋的九要星官们 开始说话 还是很客气的 他们叫孙悟空还称呼一句大圣 这一句大圣 也就还了以前所有兄弟的情分 原文如下 九要集体兵竞至洞外 只见那洞外大小群猴跳跃玩耍 新官立声高叫道 那小妖 你那大圣在那里 我等乃上界差调的天神 到此 将你这道反的大圣 教他快快来归降 若到半个不字 教如等一概遭诸 经过再三骂战 九要星官再称呼 孙悟空就是毕马温了 原文如下 那九要星立主阵势道 你这不知死活的毕马温 你犯了十恶之罪 先偷逃 后偷酒 搅乱了盘陶大会 又弃了老君仙丹 又将玉酒偷来此处享乐 你罪上加罪 岂不知之 从称呼上 我们为孙悟空的所谓的兄弟感到寒心 九要星官战败 然而当孙悟空踏上悉行之路以后 当孙悟空再回天庭上时 哪一个神仙不又是称呼孙悟空为大圣了吗 这前后称呼的变换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这些神仙还是需要修炼的 李天王带兵二次大战孙 悟空对于孙悟空而言 当你紧抑郁时 当你发达之时 称你为兄弟的人 不一定是真的兄弟 当你落魄之时 依然把你当个兄弟的人 才是你这一生中值得珍惜的朋友 有的朋友瞬间可以变成敌人 有的敌人又可以瞬间变成朋友 这些神仙都是活在利益中 活在名分之中 当你的人生一生一降再一生 你就能找到你人生中真正的兄弟了 经过人生低谷后 你在发达时 你才会知道 人生中谁最值得你去珍惜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辑